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好我们先看到 美国昨天公布了三月份 这个四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结果呢 这个数字优于预期 大家认为说CPI降温了 将会提振这个降息的希望 有可能在九月份快的话 甚至下个月六月就要来降息了 所以美股三大指数 哇昨天是这样子 全面的一个这个收高上去 再创历史新高 到从NASDAQ S&P500废败 全面走洋 那台股指数的部分呢 今天也是这样子开高 涨了171点之后 一度冲高大涨368点 最多来到这个21515的位置 又创了历史新高 当然下半场有点收敛跌幅 收盘涨167点 今天留了这个100多点的上影线出来 那当台北股市 看到美股以及台股 因为CPI的降温 现在美股台股都在创新高的时候 我们今天就先来跟他谈谈 是不是代表台股现在多头 透懂啊涨势已经确立 准备一路喷出了 那另外呢 这两天有一个新闻 MSCI做了最新的季度调整 它的全球标准指数 现在齐宏跟华城这两档股票 也入列了它的全球标准指数 重点来了 这样是不是代表说 哇接下来会有所谓的一个 这个被动式基金的买盘 看这些指数来操作 就会大买这个股票 又把股价再拉一波 是不是现在可以抢劲 来吃他们的豆腐呢 这个部分呢 我知道很多投资方很关心 我们就先来跟他谈一谈 第一个你要先了解的是 那像MSCI也好 或是负实指数也好 他们在编列所谓的全球标准指数 或是负实指数编列的 包括台湾50 台湾中型指数这些 成分股是怎么挑选出来 他们就是依照市值的大小来排名 挑选出来 例如台湾50 就是挑台湾前50大市值最大的个股 把它列入成分股 再来计算权重 那所谓的市值呢 当然这个简单的说 就是股价乘上股本 就可以算出来它的市值 所以对大部分投资的朋友的想法 都是什么 都是觉得说 哎呀这地方 这个所谓的负实指数 这个MSCI也好 负实也好 新增的成分股一旦名单出来之后呢 就会怎样 哎就会这个地方 追踪该指数的被动式基金 有大家俗称的ETF 就会进场来建立持股部位 那当然 这些被动式基金 ETF进场建立持股部位 有机会把股价抬上去啊 当然就可以抢劲 去吃所谓ETF的豆腐 来赚它的所谓价差 但是我提醒大家 这是大多数人的想法 那对于呢 对于这地方大户操作手法 其实人家大户是怎么做的 他会每一次所谓的MSCI也好 或是这个台湾50也好 在这个指数成分股 季度调整之前 就已经会先去观察 这个台北股市市值的排名变化 当发现到 如果有本来不是成分股 非成分股 但是市值已经进入到前50名 或是在50名上下的时候 就会怎样 开始提前的大量买进 来推升股价上去 那确保市值进入前50名 当然就很有机会 入列到MSCI也好 台湾50也好 这些所谓的一个指数的成分股 那等到新增成分股 到时候名单出荣 利多兼报 散户看到 哇会想去追高 那ETF当然也会准备买进 没有错 但是你要小心的是什么 人家大户早就已经提前 大量买进 把股价推上来 这时候人家为什么要提前买 为什么要推升 就是等着散户再追高 ETF买进之后 开始要怎样 出货俗称的割韭菜了 这是所谓大户操作的手法 所以呢 各位投资讲到这里 那你去想一想 当现在MSCI公告了 调整成分股增加了 华城其红的时候 你看到股价 人家早就已经先买了一波 现在就是等着准备出货割韭菜了 对不对 华城也是啊 之前早就已经先涨了一波 现在就等着利多出来 出货要割韭菜 那你现在去抢劲 不就是刚好被人家给出货 被割韭菜了吗 这一点是先请投资朋友 务必要先小心 好回来继续看到美国股市的部分 当然昨天CPI公布出来降温 美股又创新高台股今天也又创新高 多头拓懂了吗 先回顾一下 还记得在1月份FED利率决策会议出来 那时候我们刚才提到有三大重点 第一个连续四次维持利率不变 第二个他删除了可能进一步升息的措辞 当时就已经跟大家提醒 跟大家讲过 这个就已经代表美国FED这一波的升息循环 已经确定结束了 但是呢 也提到三月份降息的几率是降低的 实际大家就觉得 哎呀包吾跟他讲三月还不会马上降 所以呢 那时候是引发了美股 尾盘出现失望性的卖压 那一天包括道琼也好 NASDAQ也好 都是在尾盘跳空击杀 这个跳水击杀下去 都大跌了三百多点的幅度 可是当时现龙老师跟大家讲什么 好第一个升息循环确定结束了 但是降息还没那么快来临 那你要去注意到 其实根据历史经验都知道 升息循环来临的时候 一个国家如果在升息循环 对股市来讲初期可能是短空 但是常见来讲反而在走多 反而是降息循环的话 初期会走多 倒是后面可能就会转为中长空 这有经验的都知道 所以当时我说这地方FED把可能降息 可能升息的措辞给他删除 却宣告升息循环结束了 也就代表说美股这波多头 已经接近到尾升 也就俗称的所谓的 开始进入到末升段了 这是1月31号 2月1号刚才讲到 但是这个末升段是不是马上就会来临 还没那么快 因为降息几率降低 代表说利多出金的时候 时间点还会再往后延 末升段还没那么快来做结束 所以当时大家都觉得 降息没有那么快 这个降息的几率降低了 当天的股市是大跌的 我反而跟你讲这个末升段还没走完 还会继续涨 那所以呢当时是在 S&P500来到4,900了 我说过这个虽然有进入到末升段线下 但是还不用担心 末升段还没有结束 等到FED开始降息 这才是最要小心的时刻 那关键时间点也跟大家讲过 特别注意5月份 美国股市有一句话 sell in May and go away 5月卖股票 然后准备拍拍屁股走人 那现在反过来 1月份的时候 大家觉得降息几率降低 好害怕 那天股市急杀 NASDAQ 道琼都跌300多点 反而后来又涨上来 现在又创新高 对不对 可是当现在又创新高 大家开始觉得 CPI在降温了 降息希望又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又继续涨 那时候在4,900 现在已经涨到5,300了 这个时候 特别注意 第一个 美股看起来好像在创新高 十分强势 但是时间点呢 已经接近到21个月 费波南兹系数转折 那上一次美股的一个 这个多头 从2191涨到4919 刚好也是涨了21个月之后 开始出现转折 反转下沙 跌了9个月的中期回档 那现在指数也已经涨了20个月 接近到21个月的转折 而且指标来看 指数有突破前高 指标没过 这有高档背离的现象 所以现在要提防 之前是多头还没有结束 进入到陌生段了 那现在会不会陌生段 也可能已经接近到尾声 随时要开始准备反转下跌 就在大家觉得降息 这个地方再旺的时候 股市可能也是最危险的时刻 这一点反而要特别提高警觉一下 这是从技术面上来看 好回过来谈到台股 当然今天台北股市大盘指数 盘中又涨300多点 又继续创历史新高 但是大家会发现 那这波股市的上涨 几乎就涨两档股票 哪两档 一个当然台积电 去年11月股价还在570的时候 我们说过台积电 月营收年增率 恢复正成长 转强的时间点已经出现了 这地方未来会涨到哪里 都不用去预设立场 这一路以来涨到700多 还是跟他讲股价高点 只要成长动能持续 外资还在持续回廊 股价高点都不用预设立场 那现在已经从当时的500多 涨到700多 涨到今天最高856了 那另外一档股票呢 当然就是鸿海的部分 之前2万点之前 1万2涨到2万 他都没有再参与到 可是当这地方法人评估 鸿海很有机会拿下 回答GP200的大订单 推动2025年明年业绩来成长 那股价反映的是未来 我说过这个台北股市 未来站稳2万点 红海不会缺席 2万点之前没他的事 站稳2万点之后 就要看红海了 这也是当时我说的 当然现在的红海 已经这地方 从当时116突破之后 一路的涨 涨到昨天175 我们也跟他讲过 昨天公布财报 看起来不是很好 只赚了1.59 大家也不用担心 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差 今天又创新高 涨到179了 那你会看到 现在台股 几乎就靠台积电跟红海 就这样拉升上来了 指数今天又创新高 但是也正如我在之前 这3月25号跟大家所讲的 那时候指数刚占上2万点 有没有 那也跟他讲 那指数涨跌关键 接下来除了看美股之外 几乎就是看台积电 跟红海的脸色 台积电还没涨完 当然红海还没涨完 当然指数都有可能继续涨 但是要小心的是什么 小心的是 这个盘接下来很可能就变成 垃圾盘 然后再加上一个拉红盘 对不对 台积电加上红海 就把指数继续拉上来 继续创新高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容易赚指数赔价差 为什么 跟大家讲过 因为当台股 现在疑似已经进入到 陌生段的走势 大户也会担心 对不对 所以其实很多长线大户 已经退场 那不是没有大户在里面 剩下短线在掌控 短线大户在掌控盘势 这些短线大户都是怎样 每次股票拉上来 拉个一根两根长红 散户不追就算了 只要看到散户 尤其一堆投顾老师 大局带回门朋友 追高强劲的股票 人家马上出货割韭菜 然后造成怎样 大户出完货割完韭菜 股价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结果投资朋友是看到股票 每天好像都有在涨 你到处追到处抢 满天赚金条 一追又套牢 现在满手套套牢 现在赚指数赔价差 是不是你也是这样呢 回顾三个月前 一堆老师看好AI商机 带着会员朋友 抢件像世新 这些AI干联股 对不对 IP智慧材 结果主力就是出货割完韭菜 从4500掉到2500 昨天消息传出来 亚马逊要入股他的私募 开盘涨停 收盘又掉下来 今天指数又创新高 他又翻黑了 对不对 再来看到 包括了这地方 新浦 两个月前 一堆投股老师 带着会员说要抢进 这些ETF 新增ETF的成分股 要吃豆腐 结果又是被主力 出货割完韭菜 股价怎么上去 怎么下来 然后高档翻转下杀之后 到现在还在套牢着 包括一个月前 一堆老师看好 店价调涨 带着会员朋友追高抢进 华城中兴电 这些重电股 结果人家主力 又出货割韭菜 指数虽然又创新高 股价怎么上去 又怎么下来 到现在又套牢着 那再来看到 包括像半个月前 一堆的投股老师 看好高息营建股 带着会员朋友抢进 像达兴公 永信建 这些股票 结果又被人家 出货割韭菜 造成股价反转下杀 到现在又套牢着 到现在你会发现 正如我所说的 台积电 红海 拉升指数上去 但是就是拉鸡盘 拉红盘之后 投资泡 满天赚金条 现在是一坠又套牢 赚指数 赔价差 是不是都是这样 那这种状况出现 这个接下来行情 我也说过 可能都还会再持续 而且呢 更要小心的是 那这地方指数还在涨 你都是到处追高 到处套牢 万一大盘真的反转 美国股市涨了21个月之后 开始这地方 中期回档 或不然你现在买了一堆股票 重压满手之后 到时候最后受伤惨重 这一点你一定要去思考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就会了解 为什么跟他说 现在股市 当然看起来多头还在持续 赚钱机会 我们要努力把握 但是呢 最重要是要先把风险先顾好 先顾好 投资好 怎么保护自己 把风险降到最低 再来去追求 怎么样掌握赚钱机会 是现阶段 你要操作 做股票 你要去思考的重点 不要忽略了风险 而只想着赚钱 那你要顾好风险 又想要赚钱 当然你就会了解 为什么说 最好的操作策略 就是跟着我们采取 快打当冲作战 发挥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 有赚没赚 盘后空手 自然高枕无优的优势 自然帮大家把风险降到最低 因为我们看到太多投资朋友 为什么在股票市场 最后做股票都是受伤惨重 重伤惨赔 就是太多人都是这样子 看到好像行情来了 就想要跟他重压 拼个一把 重压流仓 结果每次你给这个重压流仓之后 碰到了股价怎样 直接跳空重挫 是不是马上受伤惨重 你都想着跟他拼个一把 一刀穷一刀富 最后都是一刀匹马步 就像前两天 当华硕说下个礼拜 要推出AIPC 这个展出 前两天是不是一堆投顾老师 又去抢进了AIPC的股票 那华硕涨停来不及买 就跑去买像英叶达 结果呢 买完英叶达 这个股价 隔天反而跳空重挫大跌 昨天收盘 指数是大涨161点 那股价是开盘就跳空开低 收盘重挫4块半 那今天呢 你说指数又涨了 那个英叶达又继续的下杀 又跌了1块半 两天加起来跌了6块钱 你会发现 你如果说前天跑去买个 这个100万花个20张买个100万 两天下来就惨赔了多少 12万了 甚至不要将散户买个100万 买个20张 台北某个大户 在前天重压了1800多张 那光是这两天 惨赔就超过1000多万 你看到就算指数在涨 你这样子重压流仓 常常就是碰到这样的状况 让你怎样 最后重压流仓拼一把 反而受伤惨重 重伤惨赔 你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子在赔钱呢 那相对的我们的当冲 讲求的是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 有赚钱机会 努力把握 稳稳的把获利放在口袋 有赚没赚 盘后保持空手 风险自然降到最低 高枕无忧啊 那关键就在于 我们每天的当冲 按照SOP 第一步观察盘式 决定好多空 攻击盘来 我们当然也做短多 整理盘我们就短空 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确认转折才果断出手 但是最重要 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无论如何 先把风险控制在最低 当天进 当天除 就像今天 宣容老师带着会员朋友 一早买进这地方 2383的一个台光店 找盘这地方9点08分 建立会员朋友 2383台光店 技术面转强讯号 定价437附近 先做买进 那买进之后呢 股价再接下来 这个试图上工 但是后继无力 那因为今天大盘也是这样子 指数找盘冲高 哇涨了300多点 下半场又掉下来 又是一个跳空开高 上冲下行 两派大呼吊在那里多空对峙 包括这地方 这个找盘 我们437附近 短多先买的台光店 到了11点37分 仍然攻不上去 我们这种状况出来 两派大呼在那里多空厮杀 尾盘风险就会比较大 尤其中找盘出量 这个大涨的这个拉高过的股票 如果后继无力 小心一下 尾盘比较容易有多杀多 所以这样的状况 我们也不跟大家硬拼 当时市价在434.5附近 先做卖出 那今天我们小赔个多少 赔个大概437买的 434.5卖 两块半 好这个地方 不到这个1% 0.5%左右 就代表说 假设你今天做个两张好了 大概赔个5000 这个其实都无伤大雅 做股票我也再三叮咛 没有人能够稳赚不赔 如果有人告诉你 他天天赚大钱 稳赚的大获全胜 甚至很多老师 天天挂一堆涨停 我更只能跟他讲 那叫神话 神棍才讲的话 因为我相信 你都加入过这样的头顾老师 看到很多头顾老师 天天都在说自己 哇每天大获全胜 但是常常是怎样 常常是 有赚就叫你当冲冲掉 套牢就叫你留单 变成拨断 其实叫你凹单 这样可以吗 我都再三叮咛 这样做股票是兵家大计 他会让你每次赚 这个赚一点就跑掉就算了 每次看错才来留仓 才来凹单 到最后你满手做波段 满手留仓的股票 不都是你看错 到最后你赚都赚小钱 赔都赔大钱 都是这么来 所以是第一个叮咛大家 这是兵家大计 千万不要这么做 那更多老师 他每天可能喊尽三到五档股票 一个月喊过几十档 当然喊了几十档中俄几档 今天涨了赚到钱 就再拿来电视上表演 赔钱套牢一缸子的都不说 那甚至很多老师会把会员分成N组 每组股票不都不一样 所以电视上永远有一组会员 今天涨停板恭喜大家 有没有那组会员不知道 但你会发现加入之后 怎么老师在电视上表演的涨停板股票 永远不是你参加的那一组呢 这些投股老师每天都能帮这个 都在电视上说自己大获全赦 好像天天赚大钱 但是真的有帮你赚钱吗 你加入过都发现都假的 是不是呢 那县荣老师也再三强调 虽然我不能帮大家天天文赚不赔 那是不可能神话 但是我们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第一个当冲股当天进 当天代出这最基本要求 第二个每天最多两档当冲股 第三个每个会员收到当冲股都是相同股票 第四个最重要 节目当中秀的当冲股跟会员收到 如果不一样 老师当场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给大家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 持续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每天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 当然更重要再三提醒大家 那做股票就像吃烧饼 吃烧饼掉个芝麻很正常 但是记得千万不可以只吃芝麻 去掉了一大个烧饼 所以有赚钱有看错赔钱 这都很正常 但是一个操盘高手 最重要一件事情 看错的时候只能够小赔 绝对不让大赔发生 那看对有时候小赚 四季大赚 长期下来自然就能够成为赢家 对不对 就像今天我们小赔个这个地方 台光店 这个两张5000块左右 无伤大雅 看对像我们上个礼拜做阳明 这53.4买进 拉高上去54.6卖出 想赚多一点55.9目标都有达正 20张至少就是24000赚回来 甚至像国具 有没有当大户洗完盘再度进货 转枪讯号出现 我们643买 663以上卖出 想赚多一点673目标都有达正 20块以上加差 两张一口气就赚4万块回来 你看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看错小赔就跑 不让大赔发声 看对有时候小赚四季大赚 长期下来才能够成为赢家 如果投资胖认同我们这样理念 更认同谢隆老师这样坚持 不说谎不骗人 每天有赚钱没赚钱 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了 广告休息时间就赶快来找我们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还有更重要的内容马上再回来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实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提醒大家 当台北股市现在 拉基盘拉红盘 靠着台积电 靠着红海两档个股 就把指数拉升上去 持续在创历史新高 当然多头看起来没有结束 但是这种行情 第一个你很容易在里面 赚指数赔价差 第二个更要提防 现在多头已经涨了20个月 接近21个月时间的转折 会不会这个地方行情 就突然开始中期回档 反转下杀了 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要先顾好风险 再来掌握赚钱机会 所以最好的操作策略 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发挥盘中满手赚了这种 盘后空手高枕无忧的优势 每天稳扎稳打 掌握赚钱机会 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内容是这样 每天提供给你最多两档当冲股 清楚的告诉你该先买先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也预设好停损 预设好目标 帮大家严格控制风险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假 简讯通知 那没到假无论如何 当天待进 当天待出 像今天台光店 437买 冲不上去 没关系 我们小赔2块半 先收回资金 先控制好风险 再来求报酬 看对了 像阳明这地方 53.4买 吉拉大涨20张 2万4就赚回来 像国具 吉拉大涨2张 就4万块赚进来 就是这样的方式 稳扎稳打 采取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 如果认识我们这样的理念 想跟着县龙老师 掌握赚钱机会 都欢迎大家 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政府股海 共创双赢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